在臺中有一名五十歲的李先生 他近期是發現身份證 和出生證明的生治 不是同一天 沃上社務所周坦言了 是早期人工超路的物質 建議要趕快來更改 不過李先生就抨擊說 已經活了半個世紀 累積很多的證件資料 而機關行號都還需要花時間 來申請更動 質疑為什麼是政府的疏失 是要由個人承擔 把批夾內的證件拿出來 一張一張摔在桌上 家住台中市大雅區的李先生 越說越氣 因為每當他參加宗教活動時 總被提醒國立與農曆生日 對不上 最近去護證事務所 調閱出生證明 才發現記錄的是三月二十五號出生 但自己所有證件上的生日 全都是三月二十三號 原來是護證人員超路史物質 理性的一個錯誤 因為我們資料是給對的 五十年的資料 我一下子我怎麼改 你例如說健保局 銀行 對不對 還有這個監禮站 各單位 還有外交部 這個護照問題 你看我每次去每一天 如果一排的話 就是一天 那我就等於通通不要工作 就每天在那邊排隊 李先生批評護證單位的書師 卻要他自花時間去更改 大雅護證事務所坦承錯誤 但強調能協助通報稅務 監禮 臺電 臺水 地震 健保署 勞保局等機關同步更新 不過護照 銀行與保險等資料 得自行辦理 目前只能建議民眾儘速更正 否則辦理連貫性戶籍資料的業務 例如遺產繼承時會出現錯誤 今年四月臺南一位陳先生被郵局發現身份證字號竟然與雲林一位已經過世的王先生同好的狀況 同樣也是人工抄寫發生的錯誤 臺東市民政局表示 早期人工抄寫容易出錯 護證系統在一九九六年電腦化後出錯率已大幅降低 記者 民風林健生 臺中報導